文化APP 4月份举办了回逃看宇宙艺术节 那么特别的是 这场活动是结合了在地摊商 在地青年 以及艺术家一起规划举办的 不过也由于这一处的 公有的零售市场 颇具历史意义 因此当即将被拆迁的消息传出之后 在地青年也决定 要透过田野调查 以及艺术表演等形式 记录下这里的产业 以及文化历史等等 那么究竟他们的计划要怎么进行 而这一处第一市场 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先在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 桃园艺文正线的成员 邓慧如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哈喽 慧如你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慧如 是 慧如我们刚刚提到 你们是在今年的4月份 举办了这个艺术节 不过我手边资料看到 其实你们在举办艺术节的时候 是因为组成了一个团队 叫做桃园艺文正线 那在桃园这个计划之前 我会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艺文正线的成员 包括哪些 那主要是从事哪些工作 其实我们桃园艺文正线 大概是从前年5月的时候 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 那我们里面的成员 大部分都是艺术 从事艺术设计相关的专业 那比如说我们有 戏剧表演相关的成员 宏凯啊等等 那或者是视觉艺术 比如说他们有 插画美术相关的 阿甲 文慧 然后宇童等等 然后也有空间设计相关 比如说现在我自己是景观戏 然后还有燕影 然后另外也有 专门研究文史类的 伯瀚跟宏德 这样子 那你们主要是从事哪些工作 就是做一些这个 文化历史保存的部分吗 其实不一定 因为我们里面像有 金银剧团 它平常就是 以剧团为主 那有的是会接案子 或者是做一些 装置艺术 视觉平面设计等等的 那我们像我们其中有几位 就是平常最主要的工作 是从事实社区营造 跟文史田雕的部分 所以你们对于这个 社区营造的部分 应该也就不会太陌生 所以你们这个是来自各个不同行 虽然都是艺术设计相关 但是其实是不同领域的一些成员 那你们那时候为什么会组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大概前年五月的时候 那时候学运刚过 那我们就开始去思考 我们到底可以为我们这个地方做些什么 那我们其实大家都在 之前读书的时候 都在台湾各个地方 那我们就会开始去发现 好像其他地方的文化 或者是历史艺术相关的一个环境 他们慢慢在推 但是回到桃园以后 大家都会说桃园是文化沙漠 那想说为什么桃园 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 所以我们大家就开始聚集在一起 像很多其实 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的人 他们可能回到桃园 都会找不到工作 都必须被迫到台北台中去 所以我们就想说 我们想要翻转这样的环境 我们想要去发掘 属于桃园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特色在哪里 所以就组成了这个团体 就希望改变这个环境 不过那你这次这个活动 选择地点是在中立的第一公有市场 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这个市场 位在中立的什么位置 那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其实中立第一公有市场 它是位在中立市区 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 它从日治时期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市场 虽然日治时期 最一开始他们是摆摊 然后后来新建了一个红砖木造的一个建筑 然后到后来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被改建成现在地下一层 跟地上一层的样子 对 那虽然它的建筑外观一直的变化 但是其实里面几乎所有的摊商 都是从日治时期 一代一代传承到现在的 所以他们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故事 然后还有一些传统的产业 都会在里面看得到 对 我手边资料看到是因为他们要拆迁的缘故 所以你们才决定 今年在这边举办吗 其实我们从去年艺术节之后 我们就开始回到中立去寻找 这个地方它的文化跟根在哪 我们发现 后来我们发现第一市场其实非常重要 那它其实也非常有趣 是 然后后来 我们其实本来第一届结束 没有那么快要举办第二届 然后就是因为突然发现 政府他们希望把这个地方拆监改建 所以我们才想说 赶快在它改建之前 来举办第二届艺术节 带大家回来看这个地方 是 所以这个拆监是可能今年就会进行的是不是 其实从四年前就一直说要拆 但是似乎到最近比较有明确的进度 对 但确切的时间我们还是不确定 因为这个不确定 所以你们也加紧脚步赶快举办这个艺术节 对 不过你们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 你们的这个名称叫做回淘看宇宙艺术节 那你们这个主题当时候是怎么样制定的 那你们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 宇宙艺术节其实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来到这个市场以后 它其实不是传统的果菜市场 它其实里面卖了许多大家生活用品 然后吃的 然后用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它其实比较像是早期的一个百货公司的概念 然后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发掘很多有趣的宝物 有趣的故事 就像一个宇宙一样 我们可以不停的去发掘这样子 对 那我们这次艺术节其实除了视觉艺术 其实视觉艺术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大家运用市场的素材 市场的故事 然后跟宇宙这个主题结合 去进行一些装置艺术的创作 那还有表演的部分 有戏剧音乐类的演出 然后我们也安排了互动活动 那互动活动很有趣的是 我们这个互动活动邀请了 摊商一起来参与 是 对 像市场有很多非常厉害的 那个裁缝的阿姨 然后我们就请这些阿姨 来带我们做一些手工的体验 然后结合青草店 然后五金行等等的 然后一起把它融合在这个互动活动里面 然后还有密室脱陶 运用市场现有的空间 去塑造出 去设计一些题目 来让大家在市场里面穿梭 然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们只会希望在市场里面举办艺术节 我们也希望同时把这些故事 这些人记录下来 所以我们这次有文史展 还有影像记录的部分 我们邀请志工一起来拍摄一些纪录片 你们这个内容还蛮多的 文史的 艺术的 表演的 音乐的都有 不过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你们这一次活动是结合了在地摊商一起举办的 这个部分是你们跟他们做讨论的吗 还是说就是你们帮他们做规划 然后邀请他们来做这个里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主角 我们其实是我们大概有先设定一些 我们用哪些可以运用的素材 然后去设计这样的活动以后去跟阿姨他们 或者跟叔叔他们讨论说你们觉得这样可不可信 对然后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香香包 他就是采访阿姨带大家来做 但是我们里面用的东西是青草店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会问青草店说 有什么东西适合拿来做一些 大家提升或者是舒缓的一些味道 然后那个摊商还就会介绍我们说哪些比较适合 就等于是结合这个市场里面的各种素材 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变成一个 你们其中的一项这个活动之一 不过你们在这个进去的时候 这些摊商的这个长辈们 不会觉得你们这些年轻人很奇怪吗 就是说你们一开始在跟他们恰谈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困难倒是还好 因为其实我们去年就开始一直常常在这个地方走票 对 然后其实跟摊商他们已经有一些手势了 对 然后但是他们 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艺术节之前 他们都搞不清楚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一直到我们进来筹备以后 原来是要这样子 哇你们越搞越大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跟摊商之间的沟通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那比较困难的反而是场地的取得的部分 因为这个空间它是公布门的空间 然后又是一个面临拆除的空间 所以其实在争取场地的过程中花比较多时间 你说就是要这个照流程去跑一些公文之类的 是不是 对 不过你刚刚在谈这个摊商这个叔叔阿姨们 他们在这个态度上面有转变 就是说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一些改变 比如说你们刚刚开始去跟他们做接触 说想要办这样活动的时候 他们是可能有点排斥或者是抗拒 那到后来呢是真的很热心参与的 有没有这个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人啊 就是说这些阿姨们他们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转换 其实大部分摊商其实几乎都很支持我们 所以这其实是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 然后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不是那个态度转变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视觉创作的作品 它是一个摄影作品 但是它必须在市场拉一些黄色的封锁线 作为它布置的场景 然后那一天其实我们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封锁线复制下去以后 摊商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有一个摊位 它其实被我们侵入比较严重 就是我们会把整个封锁线复制到它的摊位里面 然后那个老板 他其实表情是比较严肃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复制的时候就非常紧张 当然有先经过他的同意 所以那时候复制的时候我们非常紧张 所以我们每个人动作都非常快速把它拉完 然后拉完要拍摄的时候 我就看到那个大哥自己拿着手机 在后面默默地拍一下这个画面 然后就觉得松了一口气 然后觉得这很有趣 就是一个你跟参商互动的一个过程 然后你就会觉得 其实他们是可以接受很多的变化 很多的可能性 可能他们也不善表达 所以就默默地接受了 不过你们这次计划当中 其实也强调就是说 要保留一些文化历史的部分 而且你刚才提到就是说你们有专门针对这边做一些田野调查 我可以请你谈一下 就是说你们在这些访查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挖掘出一些 有一些被人家逐渐淡忘的一些人事物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你觉得自己比较有趣的一些故事 其实我刚刚提到这个市场从日志实际开始就有了 所以其实你走到每个摊商 他都可以跟你说他阿公以前怎样 然后他公共以前怎样 然后像这市场里面就 阿姨就说他这里是他中立第一间的总指行 然后或者是可能早期中立的刀具产业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 中立街道上曾经听说有一百多间的打铁店 但是现在几乎一间都看不到 但是你来到这个市场以后 你还可以看到大石中第一市场自由品牌的菜刀 然后这个菜刀品质非常好 甚至还有金门人特别来订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你总是可以接收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那甚至有比较年轻的人来说 以前这里楼上有溜冰厂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会来 那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我们在艺术节进行的期间 有一个阿姨她就来这里 然后就跟我们聊天 她就说她其实住在杨梅 但是她小时候呢 她妈妈都会跟她说 你要乖哦 如果你乖的话 我就带你去大石中逛 是 就很像我们现在红小朋友 说如果你逛 我们就带你去游乐园 百货公司这样子 就是大石中以前曾经是这样的一个承载 它是非常繁荣的一个环境 然后她就说她甚至一直到现在 她妈妈都指定要买这里的衣服 穿上去感觉不对 她就立刻会知道这样 就是我们透过许多这样子很破碎的记忆 但是这样一点一点去拼透出大石中的样貌 对 就那个时代的一个时期的一个氛围嘛 可能这一代新一辈的可能就真的已经不知道 甚至已经是淡忘了啦 对 不过你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当中 其实有很多这个在地人的一些参与嘛 我可以请谈一下 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艺术节当中 包括这些谈商或者是在地的人 他们参加这个活动的状况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在筹备的时候 今年年初筹备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在网络上募集 我们招募的是志工 然后视觉创作表演艺术创作 是 那我们这次视觉艺术创作募集 招募到了大概二十几位的创作人 那表演艺术也有十五位 都是淘仁在地的人 那尤其志工的部分 我们招募到一百多位 然后许多人来到这以后 我们就会问他说 你之前真的有来过吗 是 他说其实我没有来过大石中 但是我进来以后 我发现这也好有趣 我好后悔 这么晚才走进来这个地方 对 那周边居民的部分 其实很多居民 他对于这个地方 他其实会觉得这个地方 有点黑黑的 暗暗的 然后不敢走进来 是 然后也是到后来 走进来这个地方以后才说 哦呀 这个地方这么有趣 这么好玩 对 然后就是我们希望 透过艺术节 让大家看到 其实大石中 他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他不只是像他外观一样 这样子的没落 是 他其实是可以很有趣 甚至里面的摊商 其实都非常的活泼热情 对 而且我从手边资料也看到 其实你们办这样子的活动 对于这些摊商来讲 他们个人也是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看到一个叫做邱妈妈的 他特别提到就是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 传统的一个文化的这种活动 在当地几乎根本就没有 是你们第一次这样进去 办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这些摊商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给你们做一些 什么样的回馈 就是说你在旁边观察 他们的反应 或者是 有没有这段时间的一些改变 让你这个看到 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记得就是 有一天我们在准备的时候 然后阿姨就跑过来跟我们说 你们进来真好 以前都冷冷清清的 现在这里好有活力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表演艺术团队 他们在做演出的时候 是那个FORORO民歌 是 然后所有阿姨都冲上舞台一起参与 哦是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有趣 然后其实 我们接收到的都是很正面的回应 就是大家都会说 你们来到这个市场 然后这个市场开始有不一样的感觉 好像让他们回到他们 以前早期在做生意的时候 也那么热闹的感觉 就充满了一种活力 因为中间一度变得比较肉末 其实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让他们知道 这个地方其实是有更多人 愿意去接受他 喜欢他的 是 不过你刚提到 就是说我们除了举办这样活动 这样很热闹之外 其实你有另外一部分也 用文字或者是影像来做一个记录 那我知道你们这个艺术节 这个计划已经暂时 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这个市场的部分的话 我们团队后续要进行 有没有哪些新的方向 有没有新的计划或构想 然后包括这些文字或者是影像 你们日后会有出版的计划吗 其实我们这次的纪录片 大概产出有六部左右 那我们在艺术节期间 其实是一直在播放的 那最近像北桃园电视 他们也有邀请我们这些纪录片 在网络上电视上播放 那文字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计划 就是会做一个大时钟的文石展出 对 所以我们之后可能会到中平路故事馆 或者是目前站定是这个地方 我们会在那边持续展出 那个大时钟的一个文石记录 然后还有文物的记录这样子 所以这些部分都完成了吗 包括这个纪录片 还有这些文字的整理这些 对 纪录片的部分已经暂时完成 但是如果我们其实 其实里面有几位志工 他们其实还是很想持续的去做后续 所以接下来只要有故事 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去拍摄这样子 对 那文石的部分 我们也一直都持续在进行中 对 我们有因为这个活动结束而高一段落 其实你们后面还是持续的 想要在这个记录一下 当地的一些这个景象这样子 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想要多了解 你们这些 不管是桃园艺文阵线的这个活动 或者是说想要看看这个纪录片的话 他们有没有什么管道 可以知道这些相关的讯息 我们Facebook上有一个社团 叫做桃园艺文阵线 那另外有粉丝页是回头看艺术节 跟桃园艺文阵线这两个社团 粉丝页都可以上去搜寻得到 我们的后续那个故事 还有我们后续的资讯这样子 是 就包括你们这些 之前举办的活动的一些过程 上面都有做一些记录 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 想要多了解的话呢 就是去这个我们脸书上面看一看 OK 好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是 桃园艺文阵线的成员邓慧如 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 他们日前举办的 回桃看宇宙艺术节的过程 那么这个艺术节是结合了 在地摊商青年以及艺术家 一起规划举办的 那么除了活动之外呢 这群年轻人也透过田野调查 艺术表演等形式 记录下这里的产业 以及文化历史等等 那目前呢 桃园艺文阵线呢 也关注在桃园的其他文化议题 那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呢 也想多了解 也不妨参考慧如所提供的资讯 您可以上脸书查询 桃园艺文阵线 或者呢是回桃看宇宙艺术节 来进一步获知相关讯息 那么今天在单元最后呢 也要再次谢谢慧如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 那么祝福您未来一切顺利 谢谢您哦 谢谢